大家好,我是贝板 比特币的价格突破了一万六千美元 我们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 投资比特币唯一赚钱的方法就是定投 这个方法也是被反复验证长期有效的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 如果四年前你开始定投比特币 每星期投入十美元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两千美元变成六千美元 回报率差不多是百分之百的样子 如果你觉得四年前这个时机可能是我设定的 那我们来看看三年前 三年前比特币的价格大概是历史最高点 当时差不多是两万美元一枚 如果你三年前开始定投 每周投十美元买入比特币 那你现在也能把一千五百美元变成两千三百美元 回报率差不多是百分之五十 三年回报百分之五十 这是运气不好的时候 那你赶的不是那么的不寸 比如说你两年前开始投资定投比特币 那两年每周投十美元 那你的回报就是百分之五十六 这个年均回报也超过百分之二十 因为两年就拿到百分之五十六的收益 那如果你是刚刚了解比特币 比如说你一年前去开始投资买入 那这一年的回报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三 注意这里也是定投每周买入 那你可能会对我说 那也许是因为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你定投都有好的回报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三年前开始定投 因为三年前是价格最高的时候 然后你持续了两年 因为两年就是一年前 比特币的价格比现在还低 那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运气非常不好 你赶到风潮开始定投 然后坚持了两年 你可以看到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你也有百分之三十亿的回报率 这是一个网站计算你定投的各种回报 那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有purchase的频率 这是每周定投投入多少钱 这个是你定投持续了多久 三年还是两年或者十年 就是这个数据都可以更新 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定投 比如说你三年前开始定投持续了两年 你也可以两年前开始定投持续两年 你可以四年前定投持续一年 你可以看看这个结果 那这边图是告诉你你的实际资产的情况 它可以跟各种资产去比较 比如说smp股市回报等等 我这里不想把这个图片搞得很复杂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去用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跟smp的表现总是比smp要好 那这个数字我无论怎么调 就是这边这个数字无论怎么调 只有一种情况它会出现负值 就是三年前你开始定投 三年前是2017年 是上个比特币的最高点 然后你只坚持了一年 然后你就放弃了 那这个时候股市它的回报是负的 20%这是你再换这些数字来来回 换到唯一出现的一个负值 非常不幸 很多人真的就掉到这个坑里头 虽然这是一个最小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里 你各种排列组合 只有这种组合会出现这种负值的情况 就是大家跟着新闻一下子拥入去买比特币 已经看到这个股票价格上涨 然后又不了解这个投资品 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所以可能定投或者一下子买入 持有了半年一年 然后就卖出或者停止 于是他们就变成了韭菜 你看如果你只要持有时间超过两年 就是定投这个持续时间超过两年 在这个软件上 这个时间只要超过两年 那无论你什么时候开始定投 你都是正的 比如说你四年前开始定投 你的回报率是160% 如果你五年前开始定投 比如说这个五年前开始定投 然后你也不是那么有毅力 这个但是至少坚持了两年 那你的回报率是857% 关键是定投持续的时间 定投持续时间只要超过两年 无论你这个起点在哪里 在哪个时间段 比特币的价格是涨还是跌 你最后都能挣钱 好我们来看一下 股比特币的现在的价格和volume 现在价格大概是16000美元的样子 大概在这儿 在历史上其实只有12天 比特币的价格超过这个价格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高低起伏的 有的时候让投资者永远无法无可适宠 这个定投听起来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事情 从逻辑上也是make sense 因为比如说你定投的起点是1万美元 如果你通过定投回头 这个价格又变成1万美元 如果你只在两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买入 这个时间点卖出 你什么钱也没有挣到 但是如果你定投的话 你就可以经历整个valley 最后能挣到钱 这也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价格上不敢买入 在比特币在任何一个价格上 大家其实都有点害怕 无论是100美元的时候 还是1000美元的时候 还是现在1万多美元的时候 总觉得贵担心不敢买入 另外一方面又总觉得 有投机取巧的心理 总想的也许价格可以再便宜一点 再跌一点 市场再震荡一点 也许我的运气好 我能够抓住这么一个底部 这里的底部也好 这里的底部也好 其实看似容易 比登天还难 定投就是看似简单 但是大家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是因为我们人性里的一些原因 因为我们不是计算机 计算机定投很容易做到 但我们人真的就是做不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明明知道 它是一个好的策略 好我简单总结一下 定投比特币是唯一赚钱的策略 也是长久被验证的 我刚才给大家画的图 是3年5年的 你可以试试更久的时间的 7年8年的 看看它的回报是怎么样 更是惊人的 但是人们做不到这件事情 明明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策略 而且是唯一赚钱 稳定赚钱的策略 但人们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不是机器 人有几个特点 第一人特别的懒 你比你想象的要懒惰的多 就是每天要做一件事情 或者每周做一件事情 能够持之以恒的非常的少 尤其是在当下有看不见回报的 比如说你每周去打个高尔夫球 或者是打个网球 当时能爽一把 那你可能可以做到 但是这个每天或者每周 让你写日记 你很多人就做不到了 这个我们人大部分情况下 做什么事情 都是被恐惧和贪婪驱动的 某件事情我们很害怕了 比如说这是我们进化出来的本能 这个看到一个野兽了 那我们就赶紧跑 那么平时是不愿意跑的 或者是贪婪 看到个猎物 你就会去跑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在跑的时候 无论是被恐惧还是贪婪驱动的时候 在资本市场上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时候 因为你跑别人也跑 你贪婪别人也贪婪 所以人们很难避免这两种情绪左右自己 你要想办法克服这种情绪 在投资市场上可能会挣钱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没有好的平台支持定投 虽然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 但是真的明天拿出一个可用的平台 没有 为什么呢 比如说coinbase 他也有定投的 Cashup也有定投的 但是他们都收比较高的费用 交易费本身就超过1%甚至2% 你会觉得 这个有点心不甘 凭什么收这么高的交易费 但事实上你回顾一下 他收1%的交易费 因为比特币的价格动量比较大 其实你并不亏 只是我们心里不舒服 觉得这个钱被别人赚走了 那比如说GBTC 那你在这个eTrade上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股市平台上也好 你也可以这个设置定投 但是他差不多有每年有2%的年费 这个还是一次性的 只是交易费 这个年费更吓人 所以这个定投是和我们这个减肥一样 减肥听起来很简单 那不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吗 为什么大家做不到呢 就是因为没有社区和群体的力量 如果有人大家一起打卡 一起这个 有个微信群每天互相督促着 那可能会这个做得比较好 这个其实跟减肥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道理 但是做不到 还有就是 很多人不可避免的是跟风 就是他很难通过说服自己在买什么 而是跟着大咖跑 跟着名人跑 跟着新闻媒体跑 那就很容易追涨杀跌 尤其比特币这样的 如果你不理解 它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市场一旦出现动荡的话 你就跑了 那一跑的话 你可能就被这个当韭菜被割了 好 这是我关于定投的一个总结 希望带于你有帮助